沒事就會對著電腦 這樣子大叫一下 我說 我去旁邊我說 哇 他怎麼了 然後我就問 他是不是在為自己加油 有可能 我就問他 他也不回答 我就問其他同事 那個誠哥他怎麼了 他說 別理他 別理他 他 對啊 當作不知道 結果有一次我在那個茶水間看到 他在拿頭在撞那個牆 他在等到咖啡啊 就是 對 就很奇怪 我就在問其他同事 他說他怎麼了 他為什麼一直在字 不是大叫 就是在撞頭 我這邊我是在入行之前 就退伍 退伍之後 我先去一個設計的工作室 那時候很菜啊 就進去 然後就發現 怎麼老師有一個同事 他算 比較算前輩啦 他怎麼有 因為我個性比較開朗 那比較陽光型 然後這個人怎麼老師沒事就是 他工作非常努力 沒事就會對著電腦 這樣子大叫一下 我說 我說旁邊我說 哇 他怎麼了 然後我就問 他是不是在為自己加油 有可能 對 我就問他 他也不回答 我就問其他同事 那個誠哥他怎麼了 他說 別理他 別理他 他 對啊 當作不知道 結果有一次我在那個茶水間看到 他在拿頭在撞那個牆 他在等到咖啡啊 就是 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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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 就很奇怪 我說 我就在問其他同事 他說他怎麼了 他為什麼一直在 不是大叫 就是在撞頭 還有一次我發現他在練 就撞槳 我說 這個 你說寸進 不是寸進 他是有在練功夫嗎 是 是武術的 他說 就一直在撞槳 就是一直在發洩情緒給大家看 然後後來 這個從其他同事中發現 原來他家境 突然間有一些困難 然後這個人又特別認真 而認真情況下 在自己的工作沒有達標 對那個時段 他會非常有壓力 還是你進去他覺得 怎麼有一個帥哥進來 威脅太大 我是有問過他 可是會讓同事覺得 哇 怎麼 那我們就要很小聲 對 我們大家那個氣氛要很 你知道要維持得很低很低 會不會太吵 吵到他又不爽 第一名Top 1 最討人厭的 行進 表面人人好 背地暗捅刀 笑面 哇 基本上 你說他 就是他戲 他信心就是 喔 我以為他本人 本人不會啦 對啊 不會不會 你本人人超好 對啊 就是表面 裡面都是人人好啦 對對對 但你還是有故事嘛 你有被捅過 差一點 對 但是 那時候是在一樣 就是我剛講的一間設計公司 這個就表面都人人好 然後好到跟上司 跟老闆的關係也很好 很棒啊 所以變成是 大家都好像 覺得這個人是無害的 但是越無害的人 我覺得是 你要越小心 他越有問題 就像欣杰剛剛講的 常常對你笑的人 不見得是真的喜歡你 他可能是 笑裡會藏到或什麼 就 這個人就是這樣子 他喜歡 喜歡你了就OK 你不犯他 他也OK 但你犯了他 他會想盡辦法 在老闆旁邊 你是看到什麼 怎麼發現到 都是聽說 然後後來 聽說到最後 因為他 原來他討厭的人 真的一個一個消失 好厲害喔 這個人 很厲害 很厲害 他嘴巴很厲害 然後就讓這些人 就 消失在這公司裡 就讓主管相信說 這個人不OK 不OK 不OK 然後就 到最後有一次 我們再 再交一個案子 因為我很菜 我就 我就負責一個案子 剛好那一天我不在 就沒有證據啊 對不對 教導師姐 一定要有證據 那一天我不在呢 他們就開會了 那開完會說 這個人就把那個案子 口頭跟我講 欸 Darren 你要負責 在禮拜幾 把這個案子 交出來 我們要開會討論 後來呢 我就 剛好那天到了 我們就開會開會 我就把我的案子 弄好 給大家看 突然間老闆說 欸 這 我們不是改方向了嗎 沒人 沒人跟 這個 這個新人講嗎 我說 等一下 可是 我就看那個 跟我講的人 就是那個 很厲害的 不是跟我講一樣嗎 往這個方向嗎 他 他看著我 然後眼睛飄掉 裝作沒事一樣 對 然後老闆就繼續問 然後後來我就 OK 我大概知道怎麼回事 老闆對不起 那個 那我再 我會再改 下禮拜二我再 把東西 馬上再交出來之類的 那我再看那個人 那個人就完全不看我 我就是要有鬼 這偷講 對啊 很賤 很賤